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549集 村长 你们村的坟地规模可是不小啊 的确不少 我们村就这一块坟地 近百年死的人都埋在这里 你们来坟地干什么呀 哦 没什么 随便看看 盘坐在乙和风水局里面的张凡 把两人对话听得很清楚 这发出的浑厚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老胖 张凡心底很清楚 危机已经降临 他现在想离开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所以他如今最应该做的 便是双双突破第二境第三段 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条 能活下来的活路 毕竟对方实力最强的 也不过是第二境第三段而已 只听 张凡口中发出了一声闷哼 他体内两股气息 再次撞向两个瓶颈 紧接着 张凡体内再次传出两声闷响 那两个瓶颈上面的裂纹 再次增加了几分 诶 大哥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啊 听到了 走 咱们去看看 花壁 几人便加快脚步 朝着坟底的膝背脚 也就是 张凡所在的位置快速走来 那脚步声 在张凡耳边变得越来越清晰 张凡强压内心的焦躁 再次操纵两股气息 朝着瓶颈位置冲击 大哥 这乙和风水局 果然在坟地里面呢 是啊 果然在这里 诶 大哥 不对啊 这风水局里面 好像有人呢 乙和风水局的最上层 有这一层阴云的雾气 从上面看 是看不到下面的清晰的 而张凡 便在那雾气的下面 还有 这乙和风水局里面 充止了元气和灵气 这元气和灵气 与人修炼的真气和悬门之气 本为同源 也可以说 是由他们转化而来的 所以 这几种气息 与真气和悬门之气混合 是很难察觉的 有人 我好像闻到了 有股血腥味 不过现在好像又没了 声音尖细的男子 用鼻子吸了两下 师父 要不我下去看看 这之后 有一个清碎的男生想起来 行 那你下去看看 好 紧跟着 盘坐在乙和风水局里面的张凡 便看到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男子看到张凡 先是一阵 当他看到 张凡身上充满了鲜血以后 他面色皱变 嘴角狠狠地抽动了一下 是 师父 师叔 这风水局里面 真的有人 他欢迎落下 便听到乙和风水局里面 传出了一声巨大嗡鸣 风水局表面 那阴云的雾气 迅速地旋转 在雾气之下 仿佛隐藏着一只巨兽一样 尽连传出了 压暴空气的声音 而就在这时 那刚刚跃入风水局里面的年轻男子 骤然地 从风水局里面弹射了出来 往东边倒飞出了三米远 方才稳住身形 此刻的年轻男子 已然变得一副狼狈不堪 进入风水局之前 他头发一片的光亮 而如今 沾满了灰尘 他脸上更是这样 就仿佛十多天没有洗脸一样 并且 身体上的衣服 出现了多数的破损 幸运的是 他只是被弹飞出来 并没有受伤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年轻男子重重咳嗽几声 有些艰难地说道 师父 我 我没事 那里面 是什么情况啊 年轻男子 有些忌惮地看了一眼 已和风水局里面所在的位置 而后回答 那里面坐着一个 浑身沾满了鲜血的人 我进去的时候 他应该是在修炼 紧跟着他就突破了 他突破的时候 气息过于强大 一下子把我推了出来 我才变成了这副样子 气息太过强大 那个浑厚的声音 喃喃自语 紧跟着又问 他实力有多强啊 这个 我来不及察觉 年轻男子仔细地思考了一会儿 接着又说 他的实力 我不是一点都感受不出来 不过 应该和师父差不多 听到这话 声音浑厚男子眉头一簇 警惕地看了一眼 已和风水局 这年轻男子的话 太过于模棱两可 他实在是 不能完全相信 但是 他还是不敢贸然 进入乙和风水局里面查看 他担心 张凡实力比他强 害怕自己会有去无回 这也是 他刚才为何 允诺他的徒弟 进入乙和风水局里面 查探的原因 大哥 要不我先进 慢着 怎么了大哥 咱们还不清楚 里面的状况 二旦说 里面只有一个 浑身沾满鲜血的年轻人 并且实力不在我之下 咱们这样贸然下去 我怕 明显能听得出来 此人的话语里 带着一抹担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不要读怪咱们 感谢观看